佛陀教法的精髓 其实要清楚了解 什么是因做的行为 什么是因摒弃的行为 对修行者而言 知道怎么过生活 罪剧意义非常重要 这取决于我们是否了解 什么是修行 什么不是修行 什么不是佛法之间的差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难以置信 有个人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人相处之道 在于无限的容忍 所谓好的修行人 不是指心中没有愤怒 痛苦的人 而是懂得如何在愤怒 痛苦生起时 立刻照顾他们的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我们认清事实本性与否 真实本性的特质一直都是不变的 但是当我们开始认知自身具有的真实本性之后 我们就开始转变了 就像一把火炬就能驱散 跟千节累积的黑暗一样 觉悟的心能看清事物的本然面目 觉悟者所见的是一种单纯的真理 它是万物的本质 空的喜悦的且充满光明的 中文字幕提供 佛陀是在为我们提供一个工具 以帮助我们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和解脱 佛陀是在为我们提供一个工具 不是爱 去年就发生了 以为你选择 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工具 我们的心有转换角度的能力 能够从不同角度观察各种问题的能力 就是从一颗温柔的心开始的 任何人都能发展出这样柔软又多样化的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时经常观想佛的向好光明 想佛的无量功德 想佛的一阵庄严 研读经典时也要思维经典里的境界 这都属于异佛 如果不常观想佛的境界 众生难免没事就胡思乱想 想佛的无量功德 是否仇为了 对我们的风力 想佛的无量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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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前当我们得不到所求时 就觉得人生失败了 但当我们连接到究竟层次时 无论是寺院或修行中心焚毁了 或有人诡谤冤枉我们 都能如常安详喜悦的微笑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星星 想象天空的虚空广阔 无始以来的纯净 星星的体就像天空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禅修的重点就是希望能培养一种开放、好奇、柔软的心 当拥有情安的心时 禅修的障碍就不会发生 透过江心安住于观禅所得的真意 透过江心安住于观禅所得的真意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常 所以一切变得可能 这个可能也就意味着创造和希望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类是充满欲望的 人们只以积业地追逐这些欲望 因而不得自由 如果不自由就不会自在 也不觉快乐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只是因为想到明天可能失去工作 没有薪水 才经常生活在神经紧张的幻想中 所以减少浪费 智力快乐 才是脱离精致文明陷阱的唯一出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本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红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Nashville kphon咬他一口吗? 漢 Project ? 我们会突然在他一口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真切不顾内洁藏地 各所托进一只咋的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 顾名思义 燃灯就是点灯 点什么灯 菩提心灯 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 以大愿为助 以大智慧为光 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 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 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 送到他们家 再给他们佛法 透过燃灯功德会 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 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 去护持三宝 去利益更多的友情 去广结善缘 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 阿弥陀佛 点一盏新灯 照亮自己 也照亮世界 护持照号 50323858 50323858 护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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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古代佛教壁画与雕刻文明与世的阿湛陀石窟 位于现经异渡德干高原 马哈拉施特拉邦重镇奥兰加巴德西北 约106公里处 在东西走向沙西亚都里山脉中部 福林瓦格拉河一带的阿提壮西谷山崖地上 共开造29座东窟 从东向西明延550余公尺 抖壁高约76公尺 山埃枯体材质为火山玄武岩 阿湛陀石窟群全属佛教石窟 石窟分肢体与皮和罗两大类 以后者较多 按印度佛教石窟发展阶段划分 属于早期佛教石窟的 既有第4、5、8、9、10、12、13等窟 由以第13号窟为罪谷 其开早年代可上述到公元前二世纪 其余石窟大约在前一世纪便已东宫 但整体工程可能延维到三世纪才完成 中期佛教石窟有第6、7、11即14至19窟 年代从四世纪到六世纪中也 属于晚期的石窟 基本排列在两端 其第123和第20至29等窟 其建造年代大约自六世纪中也到八世纪 阿湛陀佛石窟艺术可分为建筑、雕刻和壁画三部分 阿湛陀石窟的建筑形式 基本为肢体与壁画罗两类 第九、十、十、十九和二十六窟为肢体 其余二十五座皆为壁画罗 肢体库当中致素堵过 天然岩藻 内殿四周建造列主 早期如第九十两窟的建筑 模仿竹木构造的痕迹非常显著 装饰简朴 到中晚期 十窟建筑装饰更趋精美 如第十九、二六两窟 面佛商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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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佛度众生 陈佛度众生 人佛宝台 面佛宝宝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心法语